兄姐妹,今週我們來到列王記結晶讀經的第三篇 第二篇就講到以利亞的那個職事 而今篇就講到以利沙 她就預表基督在生命裡盡恩典的職事 並且作為神人 行事如同神的代表 如同代理的神 我們由第一大點開始看起 以利沙她預表基督 在生命裡行恩典的職 在這裏有一段生命讀經的話 那裏就講 舊約歷史是在預表的方式上 跟神的經論有密切的關係 以利沙是舊約裡面的預表 她預表生約裡面真實的事物 而新賢者以利沙在預表上 就代表著神的生約的經論 而以利亞預表施浸者約翰 她叫百姓之罪以至於死 在基督以前來的施浸約翰引進基督 而這個就由以利亞引進以利沙所預表的 好了 到以利沙她就預表主耶穌基督 在生命裡面行恩典神跡 以利沙是基督一個非常精準的預表 在預表上以利沙轉移了時代 在應驗裡面主耶穌也轉移了時代 今天我們乃是在轉移的時代 就是在神、新約、經論、應驗的時代裡面 接下來我們就開始進入這個肝目裡 第一,終點就說了 她說在舊約的預表、表號的應驗裡面 基督、耶穌就是這個以利沙 她是真的以利沙 是那位甜美可愛的新賢者 祝福的新賢者 在《獵王記》下四章九節 那個書念的婦人就說 她說這位以利沙就是那位性別的神人 好了,去到《勞家福音》 當主耶穌傳言一個欺憐的福音的時候 她就引用到 她說新賢者以利沙的時候 以色列中有許多人患麻風的等等 主耶穌就提到以利沙 其實說到她是真的以利沙 以利沙是舊約裡面的預表 她代表神在恩典裡面身約的經論 恩典就是神直接將他自己賜給我們 作了我們的享受 也作了我們的一切 而這個恩典的結果就是神聖的生命 這個生命豐富高超到一個地步 叫我們能夠與基督一同作和 羅馬書5章17節那裡就說了 它說那些受楊日之恩 楊日的恩典受楊日之恩賜的結果 就要藉著基督耶穌一人在生命中來作和 所以這裡講一下恩典的結果 乃是神聖的生命 而這個生命豐富高超到一個地步 我們能夠與基督一同作和 好了 接著下來由第三終點到第九終點 就講到以利沙 她行的神跡 與主耶穌在生命中所行的神跡如何是一致的 好 第三終點就講到第一件 以利沙將耶利哥的水自好的神跡 這是在聶王記下第二章第四節 當時以利沙去到耶利哥 耶利哥的人跟以利沙說 他說這裡地勢美好 但是水很惡劣 以致地不出殘 以利沙說你們拿一個新的瓶 裡面裝鹽給他 然後以利沙去到水源那裡 就把鹽倒在那裡 然後就說不虧 如此說 我自好了這水 這裡必不再有死亡或不出產的事 結果水就自好了 這是以利沙行的神跡 將耶利哥的水自好 同樣的在粵項福音第二章 主在加利利行的第一個神跡 那個神跡說到主耶穌負一個言跡 酒用盡了 後來耶穌就吩咐那些牧人 就將綠口缸裝滿水 然後再從缸裡面的水 偷出來 捕出來的水 結果就成為酒 連管賢席的水變的酒 都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 所以以利沙所行將耶利哥水自好的神跡 就跟主耶穌在約翰二章 第一個神跡所行將水變走的 意義是一樣的 就是將死亡變為生命 好了 接下來接下來第四終點 就是講到以利沙清無為友 她的清無為友在《獵王記》下四章 一共有三個事例 第一個事例就是講到有一個新賢者門徒的妻子 她丈夫死了 債主來要拿走她兩個兒子 去做勞佈 這個婦人求以利沙 以利沙就說 她說你家裡還有什麼呢 婢女就說只有一瓶油 什麼都沒有了 以利沙吩咐她 你去跟你的鄰舍 去借空的器皿 越多越好 不要借得少 盡量去借 好了 借完之後 婦人回到家 關上門 按照以利沙所吩咐的 他們就將那瓶油 將倒落借回來的器皿 一個器皿 又一個器皿 又一個器皿 一直每一個器皿都門 直到再沒有器皿的時候 油就止住 婦人就告訴以利沙 她說 以利沙就跟他們說 她說你將這些油 去賣 賣了能夠還債 你和你的兒子可以靠著盜人 這個是四章 第一個關乎清無為有的神跡 好了 接下來 就說到在書念這個地方 有一個富有的婦人 她款待以利沙 每次當以利沙經過的時候 她在那裡提供食物給她 她也知道這是一個性別的實物 好了 有一天 以利沙又到書念婦人家裡被接待的時候 她心裡就想 有什麼能夠幫助這個婦人呢 起初婦人就說 她說我在本文中安居無事 但是以利沙就問婦人 到底有什麼可以幫這個婦人呢 基哈西就說 她說這個婦人沒有兒子 丈夫也露了 以利沙就說 她說都明年這個時候 你必抱一個兒子 婦人說 不會的了 她說神人啊 我主啊 不要稀控你的疲勒 但是17節 她說婦人果然懷仁 到了第二年這個時候 新了一個兒子 這是另一個的神跡 叫一個不育的婦人 能夠伸出孩子來 第三個清無惠有的神跡 在《獵王記》下第四章末了 就說到有一個人 從巴力沙利那裡來 就將初熟大蜜做的餅 20個 帶來給以利沙 以利沙就說 好吧 你就將這些餅給大家吃 然後博人就說 她說這裡只有一點點餅 我們怎麼能夠給100人吃呢 以利沙說 你只管給大家吃 因為耶和華如此說 眾人必吃了還盛下 結果 真的大家吃了還有靜下 你看看這個神跡 和主耶穌在《馬太福音》 十四章十五章 十四章一次主用五個餅 兩條魚 餵飽五千人 除了婦女孩子之用 到第十五章主用七個餅 幾條魚 餵飽四千人 這個神跡正正和以利沙 以利沙青木為友 和主耶穌食飽群眾所作的 原則上都是一樣的 好 然後我們來到第五終點 前面是青木為友 到第五終點就是叫死人復活 以利沙叫死人復活的神跡 就是那個書念的婦人 她得著一個孩子之後 這個孩子漸漸長大 有一天 孩子突然間不舒服 就在母親的室上死了 以利沙進到屋子 看到這個孩子死了 她就把孩子放在自己的床上 然後向耶穌說討過 接著她就復在孩子的身上 聖經說 口對口、眼對眼、手對手 復在孩子身上 慢慢 孩子身上漸漸溫暖起來 以利沙再在屋裡走了一趟 又再復在孩子身上 結果孩子增開眼睛 這一個叫死人復活 將生命伺給死人 跟主耶穌 在路加福音七章 還有約翰福音十一章 在肉身上 主耶穌所作的一樣 路加福音七章就說到 在拿恩城有一個寡婦 她獨身兒子 死了 非常傷心 耶穌看到 就動了慈心 然後就按著她的觀光 就是她的觀目 然後就說 青年人我吩咐你起狼 結果這個死了的人 這個年輕人就坐起來 並且說話 耶穌就將她交給她的母親 這是一個主耶穌叫死人復活的例子 另一個就是約翰福音十一章 說到拉薩路已經死了好幾天 耶穌來到她的墳前 大聲哭下 他說拉薩路出來 結果拉薩路 手腳裹著布 臉上包著毛巾 他就出來了 那麼 約翰福音五章二十五節 那裡主就說 實在在告訴你們時候到了 如今就是了 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 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在約翰福音五章這裡 所指的死人 就不是指肉身上 而是指在凌女死了的人 好了 聽見的人要活了 就是指 這群本來在凌女死了的人 當我們聽見神兒子的聲音的時候 我們的靈就活過來了 所以主耶穌今天 他不僅能夠在肉身一面行神跡 叫我們能夠從死人中復活 更叫我們在屬靈的方面 都能夠經歷從死人中復活 所以第四終點 說到這位主以利沙 清無為由 到第五終點 從以利沙看見主耶穌如何叫死人復活 接下來到第六終點 就說到以利沙用麵去除野瓜的毒 這是《獵王記》四章 說到以利沙去吉格 那裡沒有東西吃 有饑荒 結果新賢者的門徒 有人去到田野裡面 去摘那些菜 摘了一碗野瓜 把那些瓜切了 放在湯中 好了 當他們喝的時候 有人就說 神人 原來這個窩中有致死的毒物 有毒 以利沙說拿一些麵來麵粉的麵 他把麵殺在鍋中 結果毒就脫走 這個跟主耶穌在《馬太福音》十六章 說到 他說要提防法利塞人和殺刀該人的教 門徒起手不明白 主所說什麼提防法利塞人和殺刀該人的教是什麼意思 後來他們才明白 原來主指著他自己就是這個世面 而要提防這個餅的教 就是指他們要提防法利塞人和殺刀該人的教訓 好 接下來就是第七終點 以利沙在《王記》下第六章五節 她就用一根木頭 丟在水裡面 結果斧頭就浮上來 這是《王下六章》第五、第六節 有一個人在這裡砍佛木料 誰知道斧頭掉到水裡面 他說這個斧頭是借回來的 以利沙就說 好 他說在那裡砍一根木頭 丟到水裡 結果斧頭在水裡面浮上來 這裡原來表證什麼呢? 表證基督在復活裡面 藉著他的十字架 恢復我們這群墮落在死水裡面的罪人 所失去了的能力 所以《以復所書》二章第一節就說 他說我們原始死在過範並罪惡之中 我們成為一群沒有能力的人 隨著空中的掌權者、首領 我們在那裡被肉體牽制 來過一種在肉體裡的生活 但是到第五節就說 神賦予憐憫 叫我們三個一同 叫我們能夠與基督一同的活過來 叫我們在基督耶穌裡一同的復活 寻一同的坐在諸天界裡 感謝主 叫我們被恢復 我們失去的能力能夠在那裡重新得回回來 好了 到了第八終點 那裡就說說 《聶王記》十三章十四節 《以麗莎自己得了必死的病》 前面我們看到 以麗莎能夠治好耶利哥惡劣的水 能夠清無為有 能夠叫死人復活等等 但是到了他自己的時候 他患了的病是必死的病 這個跟保羅的時候的經歷非常相近 他說保羅在《提后四章二十節》 當時特羅菲摩病了 保羅就將他留在米尼多 保羅並沒有為特羅菲摩的得醫治託告 在《提前五章二十三節》 提到《提摩泰》的時候 就說到你胃口不清 屢次患病 再不要照常喝水 稍微用點酒 在這裡 保羅也沒有用到他醫病的恩賜 來醫《提摩泰》 或者是前面所說的 醫治特羅菲摩 為什麼呢 第二小點就告訴我們 原來保羅和他的同工們 在這段受苦的期間 乃是在裡面的生命管治之下 而不是在外面恩賜能力之下 這個前者是生命裡面的恩典 在召喙拜落的時候 人在位 召喙受苦的時候 能力的恩賜 但是不如生命的恩典這麼需要 所以到提後 四章二十二節 保羅結束這卷書的時候 他說願主的恩與你們的靈同在 到第九終點就說了 他說以利沙雖然死了 但是他能夠在寧女盡積 叫一個死人活過來 那個經文就是聶王記下十三章二十節 他說以利沙死了 有人將他埋葬 然後到二十一節就說 他說有人正在埋葬一個死人的時候 他說突然看到有一隊人 就是摩鴨人來襲擊 他怕就把這個本來要埋葬的死人 拋了在以利沙的墳墓裡面 一碰到以利沙的鞋骨 這個死人就復活 站起來 原來這個是一個圖畫 基督在復活裡面的圖畫 就是無論誰 碰到這位復活的基督就活過來 其實就是指著我們這群人 重生 就是我們這群本來在寧女死了的人 碰到死而復活的基督就活過來 感謝主 所以第一大點 弟兄姊妹 讓我們看到從以利沙的事例 她在那裡預表基督在生命裡面 走恩典的神跡 接下來我們就看第二大點 在這個第二大點裡面 主要我們看舊約的人物 還有新約的保羅 摩西 薩姆爾 保羅 以利沙 都是神人 他們的行事為人 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如同代理的神 在《獵王記》四章九節 婦人對丈夫說 他說這個經常從我們子女經過的 是性別的神人 她是一位神人 那裡註解就說 以利沙是神人 是屬神的人 行事如同神 在地上的代表 如同那位代理的神 代表 意思是他在那裡 能夠代表神 代理就是 行事 他的處事 各方面 將神在那裡代表了出來 在這裡有句重要的就是 新約的信徒也該如此 好了 講到這個代理的神 我們先來看摩西 為什麼 我們說摩西 這位代理的神 是神的代表 你留意出埃及的七章一節 那裡耶和華就跟摩西說 他說摩西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作神 即是說 法老見到摩西 就是見到神 摩西對法老說話 就是神對法老說話 為什麼可以這樣說呢 你留意五章一節 他說摩西亞倫 去到法老面前 他們說什麼呢 他說耶和華 以色列的人這樣說 讓我的百姓去 他們好在曠野 向我來守折 在這裡 摩西亞絕對不是憑著自己 對法老說話 他總是說神所吩咐他所說的 在摩西的身上 神就得著一個代表他 執行他旨意的人 所以事實上不是法老 在這裡跟摩西說話 跟摩西辦交涉 法老其實就是在這裡 聽神的說話 跟神辦交涉 下一個人物就是撒母耳 撒母耳代表神在地上 治理他的百姓 撒母耳是這位代理的神 重要的經文就是 撒母耳記上二章三十五節 那裡耶和華就說 他說我要為自己 立一位忠信的祭司 他必照我心意而行 他必永遠行在我的受高者面前 請留意下行在受高者的面前 意思就是說這個撒母耳 他是在神所高的王 蘇羅大衛的前面 他做他們的監督 所以撒母耳比王更高 當王在這裡 走了耶和華所 不起穴的事的時候 撒母耳就在那裡規正他們 指責他們 好 第一小點就說 他說撒母耳能夠作代理的神 為什麼 因為他是照著神的心意而行 他這個照神的心意 就是他跟神的心是一 他成為神心的複製 成為那個翻版 撒母耳的生活工作 就是要完成一切神心中的事 撒母耳是神的出口 是神的行政 剛才說 他要行在神的受高者的前面 作他們的監督 如此 撒母耳就是這一位代理的神 好了 另一位就是保羅 在新約的內面 為什麼我們說保羅是那位代理的神 因為保羅在他的職事內 他是一位屬神的人 他是代理的神 他如何在做神的代理呢 臨後一章四節就說 他說 使徒們包括保羅在一切患難中 得著安慰 從神而來的安慰 叫他們能夠將這個的安慰 安慰給在各樣患難中的人 他們得著神的安慰 然後他們將這個的安慰 安慰別人的時候 其實人得著的就是從神而來的安慰 而臨後一章十二節 保羅就說 我們憑著神的單純 純性 在世為人 憑著神的單純 神的純性 他們將神來彰顯 將神來代表他們的行事為人 就是這位代理的神 還有臨後十一章二節 他說我以神的妒忌 來妒忌你們 我曾將你們許配給一個丈夫 要將一個精結的同女獻給基督 這裡保羅說的妒忌 不是屬人墮落的妒忌 而是指著神 那個神聖的妒忌 還有臨後五章二十節 他說我們作了基督的大事 然後要來像神一樣 勸你們 替基督求你們 要與神和好 所以從以上的經文下 講到神的安慰 神的單純純性 神的妒忌 作基督的大事 就說出保羅如何成為代理的神 在這裡終點一 就講到在《使徒行傳》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上半 漫長不幸且受監禁的行程當中 主保守了保羅在他的超越內 叫保羅能夠活出一種生活 遠超憂慮的境域 ABC店我簡單讀一下 這裡的生活是全然尊貴 有人性美德的最高標準 彰顯最高超的神聖屬性 這個與多年前 主耶穌在地上所過的生活相似 是耶穌在他被神聖 所豐富的人性裡 再次活在地上 是從前活在福音書裡 那位奇妙超絕奧秘的神人 藉著他許多肢體中的一個 在《使徒行傳》繼續活著 所以在這裡 保羅將基督彰顯 將基督顯大 將基督活出 好了 第二小點是負擔所在 新約的信徒 都能夠將保羅一樣盡功勇 作代理的神 這個小點引進第三小大點 講到我們這群是神所揀選 救贖並重申的人 有七個方面 第一 與神示一 第二 被神構成 三 活神 四 彰顯神 五 與神一同行動 六 代表神 七 盡功用作代理的神 所以頂姐妹 這篇信息有一個負擔 當我們享受了主在他生命裡 在他恩典中所盡的職事的時候 他要將我們這群 他所揀選 救贖重申的人 作成為一群神人 作成為一群代理的神 而能夠盡功用代理的神 有一步一步的講究 首先我們沿著這七個終點來分享 第一 我們要是那群與神示一的人 請留意經文 講到與神示一 臨前六章十七節 但與神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這個與主成為一靈 就講到我們與神示一 講到我們與神示一 還有約翰福音十五章四節 主說 你們要住在我裡面 我也住在你們裡面 這個彼此的內住 相互的內住 就叫我們與主成為一 與有一個生命 還能夠同過一個的生活 好了 從與神示一 我們就往前 到被神來構成 這個被神構成的經文 一個就是二註所書三章十七節 講到基督 即是喪安家在我們的心裡 這個安家 指基督將他的自己 構成到我們的內面 還有哥羅西書三章十一十二節 講到新人的時候 他說在這個新人裡面 唯有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內 然後十二節 就繼續講 他說我們要穿上連率的心牆 恩慈卑微溫柔恨忍 這一切都是基督的鑰匙 作到我們的內面 成為我們的構成 我們就能夠被神構成 所以小點一就講 他說神的經論 就是祂要將祂的自己 分刺到我們的內面 這個分刺 結果祂的鑰匙 就成為我們的鑰匙 成為我們的構成 好 在神聖的生命裡面 憑著神聖生命之律的工作 神要將祂自己 作到我們的內面 所以羅馬書八章 首先他說到 今天這位主是生命之靈的律 在這個生命之靈裡面 首先祂要將神聖的生命 分刺到我們的靈類 叫我們的靈因而是生命 接著我們的心思 至於靈也是生命 祂還要次生命 給我們必死的身體 到羅馬書八章二十九節 我們這一班人 能夠被無成神而止的形象 以上所說的經文 就是我們說被神構成的所在 好了 到第三終點 我們這一班與神是一 被神構成的人 結果我們就活神 這就是肥立比書一章二十一節 保羅說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因為在我活著就是基督 神的心意就是要將祂的元素 本質 祂聖情的成分 分刺到我們的內面 結果 我們所活的就是祂的自己 好了 到第四終點 我們活神 環有我們來到彰顯神 你請留意 彰顯與我們的魂有關 所以我們的魂需要經歷更新 經歷變化 甚至無成 引用的經文很有意思 臨後三章十八節 他說我們要漸漸的變化 成為與主同樣的形象 同樣的形象 羅馬書八章二十九節 他說他預定我們無成神而止的形象 好了 哥羅細書三章十節 他說 這新人士照著創造他者的形象 漸漸更新 這三處聖經都提到主的形象 而我們要經歷的就是更新 變化與無成 這個更新變化無成 叫我們能夠有份於主的形象 而這個形象就叫我們來彰顯主 好 接下來我們就到第五終點 這個第五終點說到我們與神是一 被神構成 我們活實 還有我們彰顯神 結果我們能夠在行動上與他一同行動 一同行動 這裡所印的一個就是約書亞記第一章 還有就是第六章 約書亞記第一章 摩西過去了 神在那裡興起約書亞 然後神在那裡興許他 鼓勵他 神必與他同在 因為他要使百姓承受那地為業 他要帶領神的百姓進到應許之地 他說你無論往哪裏去都可以順利 無論你往哪裏去 耶穆說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在這裡說到 約書亞帶著神的子民 第二代的以色列人 晉美地 他們乃是在那裡與神一同行動 好了 當他們過了約旦河 經過國禮之後 他們第一個要攻的就是耶利哥城 耶穆說 已經將耶利哥的和 大量的勇士都交在你們的手中 然後他們按著耶穆說 神所吩咐 一天將城環繞一次 連續六天 到第七天 要將城環繞七次 祭司要在那裡吹號 結果在那裡 耶穆說將耶利哥城交給他們 耶利哥城讓他們攻佔 但是在這裡我們看到 他們兩是那群與神一同行動的人 接著來到第六終點 當我們與神一同行動的時候 我們應當代表神 我們應當代表神 我們如果用權兵代表神 就需要在生命中彰顯神 正如阿倫 他在復活生命中彰顯神 因此他就有權兵來代表神 為神作公正確的路 乃是代表他 正如剛才摩西的事例 他能夠在法老面前作神 好了 最後 經過這六步 與神事一 被神構成 活神 彰顯神 與神一同行動 代表神 結果我們就能夠盡功用 來作代理的神 所以我們不僅在生命 在聖情 在彰顯上 能夠與神一模一樣 我們還能夠在功用上 都與祂一樣 新賢者 以麗莎在她的職事裡面 她作為神人 行事如同神的代表 如同代理的神 今天我們這一群在基督裡的信徒 也能夠如此的 在神經論裡面盡功用 作為代理的神 所以這一篇信息 她有一個負擔 第一 我們要看到以麗莎 她預表基督 在生命裡盡恩典的那一份職事 而在這份職事裡面 我們經歷她稱無為有 經歷她叫死人復活 經歷她的醫治 各方面等等 叫我們能夠被作成為神人 被作成為代理的神 感謝主